這是《當然論語上檢查》的論壇 我們就即將開始了 在開始之前 我想就著以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的會長 想說幾句詩的 首先第一 就是我們今天的嘉賓的名單上 就會有一些跟蹤 我們很歡迎邀請到洪先生 可以到來去出席 亦都很歡迎邀請到洪先生 他都是因故意未來出席 這是我第一件事想和大家待發 第二件事都是想曝光的 就是今次的論壇 我們是舉辦得很趕急 為什麼要舉辦得這麼趕急呢 第一就是我們想在之前大學廷 他因為講一些港獨相關的現代 被政府去譴責 所以我們想舉辦一個相關的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在我們完成之前去舉辦到 讓大家就著這件事去有一點意識 去瞭解多點 第三件事呢 更加重要的事呢 我們必須要強烈免責這個校方 他是在政治打壓學生會的 學生會呢 原本在FJ Podium是覆了一場的 我們原本是想著可以移私去FJ Podium 去搞這一場這麼彈的 但可惜的是 校方原本是支持我們在那裏搞之後呢 經過上查再審閱再審閱之後呢 他們就說不行 不行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說內容和嘉賓呢 是不合當的 但是什麼不合當啊 他沒有說 所以呢 就著校方 對於學生會的事務的干預 對於一些言論的打壓 我們必須要強烈免責 是的 所以呢 也都正正是我們今天說的話 我們的自由是面對著專制 而專制就是正正是我們所屬的理工大學 還有我們言論是受到打壓的 是的 那麼我們的論壇就已經開始了 那麼我們今天呢 就邀請到三位嘉賓 是由我左手邊開始掃起的 那麼由張秀賢先生 陳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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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論壇開始之前呢 那麼我們由張秀賢先生開始 那麼我們就會就著我們今天的題目呢 是這樣的 每天 每天就會有十分鐘的時間 去就著這個題目 有一個自由的發言 那麼我們相信大家 各位大家好 文匯大公的小說作者大家好 因為呢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通常這些論壇呢 都是有些人呢 無阿拉拿到幾句話出來呢 就打算斷章取義去做一些報道的了 而這種的報道本身 就是透過一種的政治壓力去打壓原來自由的 其實這個很嚴重的 就是因為 有朋友已經跟我說了一副 就是有這些 就是這些是作者存在的 我說作者就是那些是基於事實的陳述 而是他們貧空創造出來的 包括是說之前 對戴耀廷教授的一些批評 一些的指責 都是一些很貧空捏造無中身有的指責來的 因為沒有看過那段片 就可以說戴耀廷不搞港獨 看完兩分鐘的片 他其實說的話呢 就可能跟這個外星人抽集地球 中國應該怎樣搞 和香港應該是一個獨立一樣的 就是你怎樣可以說外星人 什麼時候抽集地球 那個假設性的做法是怎樣呢 而這些本身 就是我想大家都會想就是 就是在2047之後 香港那個地位那個前途是怎樣呢 這些都是一些 這些大家有言論自由去談及的東西 包括 就算 你支持一國一制 一國一制很明顯是違反激募法 港獨都是 你說可以違反激募法 但是本身的言論自由 就是容許了這些東西存在 而言論自由本身 不容許那些什麼存在呢 你最主要是說hate speech 你最主要是說一些 捏造事實的東西 就是有些人就濫慾 然後自由去透過那種的做法 去做出一種批鬥的方程出來 如果我們過往 見到那個一個月 批鬥大學證教授 那種的做法 其實是跟文革 沒什麼分別的 因為 講很多事情 原來很多罪名 就是我聽到這個 現在的政協常委 台英聯說 你說些什麼不重要 你去過場合 已經代表你的態度 代表你是支持台獨 代表支持台獨 代表支持台獨 就是支持港獨 這些無限的上方上線的水平 這些風氣 那些過往 包括我搞社運 都不是很遠之前的 就是在說 08至12 所有的時間 你見到這些情況存在 而現在那種的情況 那種氣氛 是完全是急轉直下的 你見到 你去選 原來什麼都不說得到 原來 燒一下基本法 那個道具 就是封面 都已經去到說 一種 原來是燒了整個基本法 原來是不遵守基本法 就是正正因為 反對人大釋法 反對對基本法 那種的 就是 那種的散改 都可以被改成為一個 你是不遵守基本法 不擁護基本法的表現 這種正正就是 現在出現的那種 歪曲的一個道理 歪曲了 現在的是非黑白 現在的情況 因為 現在說 你去選 或者去參選 例如我隔壁那個 就被人DQ了 我隔壁那位 長毛 就是因為宣誓被人DQ了 這種DQ的情況 本身就是一種 押制了言論自由 令到你 如果你要參與選舉 你就要每天 提心跳膽 每天都要想過 你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包括這個 forum 包括今天我講的 如果將來我要選舉 今天應該要很小心 好像學其他人 可能第一句就說 我要反對港獨 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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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家不是要拿來 反對港獨這一句 而是要拿你其他的句子 去列出一個罪名 要列出一種事實 就是說 你們 去反對現在 香港政府的管治 反對現有的政制 就是支持港獨 支持港獨 不用去抓你 說我支持港獨這個句子 我剛剛那個句子 已經可以鋪起來了 那 他只需要憑你自己 那個的言行 或者憑你某些的位子 被人入得到 他就會入到你了 所以今天 今時今日 那種情況 已經不再是過往 即是 我們要數回來 23條的時候 23條的時候 當然 阿滴都跟你說 你推動 實際地 有任何的實際行為 推動分裂國家 或者教港獨 即是敗軍火 組織軍隊 那種情況 才是叫做 違反23條 那種陳韓文禁止的事情 但今時間 不用了 23條那七樣東西 都是跟你說一下 而已 因為葉劉 已經推翻了 現在 說話 都未必可以 即是 現在說話 已經是可能 構成 違反23條 所以 本身 我們 現在面對這種情況 可以怎樣自處呢 包括 現在 任何一種言論 都可以隨時 被人水光上線 現在好像 每天都在演文革 那樣 每天都是 你看到 那個圖案 很類似的 就是 先有一個人 出來說 這個人搞港獨 其他人就說 是呀 搞港獨 不對啊 做得不對啊 那些政客就出來 不斷打咪 說 然後打咪 之後 有一堆社團出來 就說 我們要嚴正譴責 等等的人 發表港獨言論 煽動分裂國家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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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你 那個人差不多 要在公共輿論上面 棄絕身亡為止 所以 這種情況 已經不再是一種特例了 而是 已經差不多 殺到身邊了 那 所以 就是 這個不是說 有些人覺得 你小心點 沒事 不會踩到紅線 就沒事了 不是踩不踩到紅線 的問題 而已經是一種 人家想入你 人家不喜歡你 就可以隨便 隨時隨地去DQ你的狀況 所以 這種狀況 其實是要更加警惕的 現在去可謂言論自由 最重要就是實踐個 實踐個言論自由 就是好像今天的Follow 所以今天 不是選擇你 去說這些話 因為本身 你恐懼 你覺得那條紅線存在 你越去不夠膽 碰那條紅線 這樣 一言論自由 一定必然 是有受到損害的 我講的其實 都很簡單 先講住這裡 我對我隔壁的兩位 就走 我請 請 有請 陳古琳先生 大家好 我是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老天 我主張香港獨立的 在兩年前3月26號我成立了香港民族黨 我們為什麼不叫香港獨立黨而叫香港民族黨呢 因為我們追求的是我們的專業 我們的自由、生存空間和人權 獨立只是一個形式或者一個手段 所以我們不是叫香港獨立黨 我們不是說單純追求香港獨立這麼簡單 我重複一次 我們追求的是我們的自由、我們的專業、生存空間和人權 獨立只是一個手段 我覺得我成立香港民族黨最重要的一個 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就是 幫大家打破一些思想上的禁忌 衝破一些思想的禁區 以前大家都會說 港獨這件事不能說 想都不應該想 我不是中國人這些更加 亦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但當我和我幫黨員站出來 我們要主張香港獨立的時候 開始這個社會有人去想 其實香港獨立有什麼問題呢 我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我是香港人有什麼問題呢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因為香港人經常說我們要爭取民主、爭取自由 但當你自己的思想都有一個框框 當你的思想都有一個禁忌在這裏的時候 你不是一個自由的人 你不想 都不得自由的時候 你又怎麼去說呢 怎麼說言論自由呢 到你連言論自由都做不到 你怎麼去執行 你怎麼去做 怎麼去爭取所謂的自由或者民主呢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大家 去打破自己思想的框框和所謂的禁忌 沒有什麼是禁忌來的 所有事情都可以去探討 未必每一件事都可以去做 但是每一件事都可以嘗試去探討 研究、討論 這些是基本的權利 或者我們應該去做的事情 在這次戴耀廷去台灣 然後被香港政府和土共去批鬥這件事 我當然絕對是支持戴耀廷副教授 因為他只是討論 甚至他主張香港獨立的問題 他還要是台灣 他也不在香港 如果他在香港 他講完香港獨立 你說他犯法就拘捕他 就好像我不是拘捕我 但又沒有拘捕 但我對於後來戴耀廷副教授和普遍泛民的 他的反應是有點失望的 譬如說 戴耀廷副教授 他是有一點點退态 或者對於《大公報》的攻擊 他是退态 可能他對於媒體的理解 和《大公報》那些 他們是真的在做新聞嗎? 真的是媒體? 真的是第四權嗎? 為何大教授會退态 說不好意思我得罪了你 打壓了新聞自由? 不是 大家要分清楚這些事情 然後普遍泛民亦都存在中思想 就是覺得 你們講香港獨立 那你該死吧 是不是? 這條是紅線來的 是紅線來的 你自己踩過去 你出了線 你自己拿來吧 但譬如說到他自決派 周庭這樣 我沒有講獨立的 我們不主張獨立的 所以不應該去搞我 我覺得 所謂的紅線其實是不存在的 這個思想是 我不認同的 禁忌或者是紅線 某程度上都是香港人自己造成 當然是中共不斷去宣傳去鼓吹 說有這些禁忌和紅線 但其實真正的紅線和禁忌是香港人 定給自己 在中共眼中 其實 你講民主 你講人權 你講自由 你講獨立 是一樣的東西來的 共產黨 是不是? 你試一下過了這個羅惠橋 你去到深圳 你講我要民主 我要人權 不釋放流氧波 這些 他都不能夠接受 所以其實 在中共眼中 我說什麼紅線 你講獨立 就不行 但是你講其他 我要自決 民主 自由 那些人權 就行 我想大家是 這個是自己一個 對於中共的幻想 對於中共來講 其實 他一早已經定了目標 就是要全面管治香港 將香港全面同化 殖民香港 將香港變成深圳一樣 對於他來講 你獨立 民主 民主的自由 其實只是一個解決的次進問題 我首先 將一小部分 獨立的圈出來 就說這班人是不對的 然後其他人就說 你打他 是他不對的 我幫你手打他 譬如在我這個 選舉請不請這個案 因為我那時候去參選 這個新界西立法會 的換屆選舉 我是被取消資格 因為我是 主席香港獨立 他說我 誠心去 宣誓效忠 這個 香港獨立正規 為擁護基本法 我就進行了一個選舉請請 其實我一向都說 這個選舉請請 不是為了我自己 因為我贏了很多 是會沒得選的 但是這個是 落在我身上的責任 我就要去做 那 歐慶成法官就判了我敗訴 就是罪嫁 普遍 譬如以大律師局會的反應來說 他們是要歡迎這份判辭 因為他們覺得 裡面有一句說話就是 當你要取消一個人的資格之前 你應該要問他的問題 即選舉之後 你應該要問參選人的問題 你才根據他答的 然後才再決定 去不去取消資格 而周庭當時 是被直接取消資格 是沒有被問到問題 他們覺得 這份判辭是好 因為可以幫助周庭的選舉 成請 但是陳浩天 他真是說香港獨立 所以他真是 抵死了 沒得算 大家是好像要反應這件事 我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即是如果當大家 當所有香港人都覺得 討論香港獨立 沒問題的時候 這件事有什麼問題呢 又怎麼會成為禁忌 又怎麼會成為紅線呢 全香港都覺得 討論而已 有問題嗎 我主張有什麼問題呢 那時候 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即是大家不應該說 其實港獨立是不對的 那幫人的港獨立是抵死的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而是覺得 你不支持也好 你可以去討論 你可以去談討 最後就是我想分享 4月7日 就是鄭南庸的死記 鄭南庸就是台灣人來的 他創辦了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今時今日在台灣 都是一份非常有影響力的報紙 鄭南庸是怎麼死的呢 他是自焚而死的 當時他的口號就是 99%的言論自由 都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我們是追求100%的言論自由 我們是追求100%的言論自由 其實那99%的言論自由 我覺得不是什麼言論自由 例如說 我覺得這個女孩很漂亮 言論自由 我這間餐廳不好吃 或者我覺得香港很漂亮 或者我覺得這個政府做得不好 這些所謂的言論自由 就是那99% 那1%是什麼呢 當時在台灣 你說台獨 你是會被人抓 坐牢 甚至是會被處決 是會死 這個%的言論自由 才是我們要爭取的 那個言論自由 今時今日香港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呢 我們是要爭取100%的言論自由 講香港獨立 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夠去衝破自己思想的框框 衝破所謂的禁忌 當我們連思想都不自由的時候 怎樣做一個自由的人呢 謝謝大家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很久沒來這裏 我上次就不去看他 今天就講你的正常文化 就是我們自由的提議 那次就講了 我們去看他 鄭立勇 在1989年的4月7號 自分的這件事 當年有下集的 在5月19號 在1989年 就是我們將他 在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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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鄭立勇 是賺取100%的 那他為什麼會被人查禁 那邊 那個海民呢 就是因為呢 他登了一個 當選 這個 這個 應該是 韓民黨很喜歡的 就是 那個 韓國的 傳播康夷 那本書 那就是沒有查禁 那本書 那本書 他不是因為他 那些韓民呢 是 那些韓民呢 是 非法的 他拿走他 那些人外 他不是為了一些非法 所以 就是 自運了在 他的辦公室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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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後來 當 當時的 台灣的 警察 是要強行中國 他會 搶走他的韓民 其實就是 很自發 他並不是 因為台東 的問題 而是 因為 他認為那份 韓民 他那份 韓民 是有韓民 台東 但是 他是全台灣 他要做中學生的 那時候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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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做中學生的 就是中學生的 因為 我自己 都沒有做中學生的 我們今天講的 言論自由 其實是 在基本法庭 有講的 即是 23年之後 一路選舉 就是 國安靠的自由 大家看看 很快的 錢 是 是 是 教授的 我們 就有 這個 言論自由 有這個 選舉 及被選舉的自由 是不是 還有 第四條 就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法 保障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法 和其他人的民國自由 那就是 基本是第四條 他有責任的公義 那接著 一路數下去 就是 我數那些 憲論自由 罷工自由 組織公會 庭自由 自衛自由 自衛自由 全都 如果這個政府 真是行見的話 即是他真是實行 憲法的話 他就要保障 這些人 即是我們的自由 現在 香港 是很怪的 舉回了 陳同志 還有 所有 因為說 你那個 言論 因為適合一些 違憲 他說違憲 都知道 他就說 你不是這個 基本法 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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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為何會這樣呢 他沒有說到 意思是什麼 就是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是基本法的 政府根據基本法的第四 一定要保障 陳浩天 他的自由 但很壞不壞呢 陳浩天就在其他地方 行使了議論自由 也是受保障的 如果 你因為別人的選舉自由 而去剝奪他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即是政治自由 這個意思是否就是說 一個人行使言論自由是可以的 但是他要喪失政治自由 或者他要喪失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 這個自由是什麼來的 就是說自由是一個連環扣來的 你不可能因為 行使某種的自由 就不見了另一種的自由 否則那些自由有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呢 其實為什麼說 現在特區政府是完全威脅那個狂犯 就是 第四條規定是保障香港人和其他人的自由 也就是說 外國人啊 合法來到香港也有的自由 不只是香港區 香港公司也很清楚 很簡單 如果 周庭那一案子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是眾志的一個情願 可能他是一個 一個防守的委員會 就是他的黨那個制改委員 他在行使政治之後 因為我們根據基本法 或者根據這個政治權利 特別是 嗯 對 對 我們 打